气象局是针对了台风卡努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北北及一部分都是绷紧神经 在今天下午北市也开始管支水门了 晚上8点开始拖掉题外的车辆 只是统计到晚上6点半 还是有3000多辆的汽机车仍然停在原地 有不少车主在下班之后都赶快赶来牵车 就怕只要晚了一步就会被开单 而另外在三重的题外的货柜屋超商 也都已经先拆除撤离要做好房台准备 工作人员忙进忙出 货柜型超商被堆高机整个举了起来 超商被解体成一节一节 依序慢慢脱离现场 超商虽然没营业但电源忙翻了 光是清空店内所有物品就废了一番功夫 卡努台风发布陆景后 位在新北市三重题外的超商就怕有财损 花了三个多小时搬迁撤离 而北市的码头会为市集也做好万全准备 卧柜一个一个被载离现场 因适逢大潮河川水位上涨明显 上游水窟游接近满水位 北市二号下午也执行疏散门指出不进管制 一直到晚上八点开始脱掉题外车辆 只是晚间六点半的时候 还有三千多辆汽车停在题外停车场 车主一下班马上赶来欠车 我想说下班来应该差不多 我没有注意到 卡努台风让北北基仪遭受威胁 为了安全起见配合防台措施 也可避免财务损失 记者讲明文马生杰综合报道